特朗普变成47位总统 时隔四年 特朗普没开二度 再度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特朗普上台后 乌克兰能否继续获得美国支持 卫星图观 俄乌战场将迎来什么变局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特朗普任命67岁的苏西老阿姨 担任她的幕僚长 创造了美国的先例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 内容比较多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大选 但是美国大选完了以后 紧急就出现几件事 我们看一个是降息 联储局降息 0.25个百分点 然后是她降息是不是应对特朗普呢 另外呢 在大选后的几个小时内 美国就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 是试射的 没有弹头的 那么洲际导弹是恐吓全世界吗 那么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图非常有意思 红颜色就是特朗普获胜的地区 蓝颜色就是民主党获胜的地区 那么整个美国的选举 我们看到特朗普拿了312张票 然后呢 哈里斯呢 拿了226张票 这个差距是明显的啊 所以美国人的选择说 我受够了你 拜登这我 我不管特朗普做的好坏 我是不要你了 这是这回选举的结果 那么选举的失败原因怎么样呢 现在美国媒体有很多的总结 我们看看美国人自己 怎么总结反省的啊 民主党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临时换候选人 而且换得很晚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怪拜登 所以怪拜登这几天的日子 也不好过啊 第二个呢 换上来的候选人呢 没有业绩 很多人也不认识他 而只是强调肤色 而不强调能力 而他根本不知道 他当了总统以后 他有什么策划 有什么与拜登不同的东西 他说完全无知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 现在俄乌冲突和中东的冲突 还有从这个撤军啊 从这个中部地区 中亚撤军呢 整个是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呢 拜登呢 没有办法控制军事冲突的走向 看不到未来 另外就是国内 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么特朗普呢 也有好多记录啊 他是第一个 美国历史上的重犯当选总统 当然现在司法部呢 要豁免他的一些罪了 说把文件拿在家里 行了 现在免了 算了算了 这人家已经当总统了 就是准备 司法部免他几个罪 另外呢 他可能会创造非连任期 当选总统的记录 就是他上 当完总统下来 然后没当总统 然后又当总统 另外他是被弹劾过两次的总统 没有弹下来 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另外是多个丑闻 性丑闻产生的总统 性丑闻没事 就是民主党一样 克林顿有性丑闻也没事 照当不悟 那么我们看看市场 怎么反映特朗普的上升 特朗普获胜以后 美元指数大幅上升 十年的债息率也大幅上升 比特币大幅上升 微型标普500指数大幅上升 除了这个不太好以外 对美国美债不好卖了 其他都是有利于经济的信息 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号称说要给中国 增更多的关税 目的是希望把制造业 搬回到美国来 我们看看他当阵 还有拜登当阵 美国的工业制造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也就是到底回来了没有 我们看一下 2013年工业制造 增加值占美国的GDP的11.7% 然后逐年下降 逐年下降 奥巴马时代下降到10 然后特朗普商人 从10继续下降下降下降 现在拜登 特朗普这回来一点 但是到拜登这又继续下 所以长期保持在10%左右 制造业 那换句话说 美国的GDP的结构 90%是靠服务业 所以还有一点点 12%的农业 那么所以你10%的制造业 从特朗普拜登的努力 都是失败的 制造业不可能回美国去 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讲 那么在宣布特朗普胜利后的几个小时内 美国发射了 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 这个洲际导弹呢 是从这个加州 美国加州西海岸发射出来的 走了6800公里 到了这么一个靶场 这个靶场是一个太平洋岛国 美国签的协议 它不带核弹头 就是个普通的模拟弹头 然后射6800公里 那么当然这是它的原来计划内的 所以它也会通报有关的国家 那么它这个时间写的特有意思 它就明明三行的洲际导弹呢 是11月5号晚上11点 正好是投票结束 点票的过程中 另外是这个联储局宣布 这两天降25个基点 也就0.25百分点 什么意思呢 联储局认为呢 美国的经济不好 通胀已经差不多了 收获 还有减息 那我们看看它的数据 它的通胀 消费物价指数 也就我们常说的CPI 已经接近他们想要的2% 但是还没有到2% 那按理说还没有 还应该加息才对 失业率呢 只有10月份只有4.1% 4.1%的失业率并不是很高 那么这个时候 它减息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是市场长期 等待的 另外呢 它要留出加息的空间 为什么要留加息空间呢 因为特朗普上台的好多事呢 可能会刺激通货膨胀 我们先说特朗普 它的人事安排 我们特朗普第一个人事安排 看它的领带 搞成了什么呢 特斯拉的标记 马克龙肯定要受益 他要成立一个 专门的美国政府的效益 审查委员会 来看看 美国政府为什么效率那么低 另外任命了这位大妈 67岁的苏西 威尔斯 她当办公厅主任 这是美国第一次总统的办公厅主任 白宫办公厅主任 未来的啊 是一个女的担当 这也开创了美国的历史 所以特朗普呢 不断地在创造美国的历史 新纪录 另外呢 我们注意到啊 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 都最早的发贺电 祝贺特朗普当选 当然了 泽连斯基心里不太舒服 还内塔尼亚胡心里非常高兴 那么大家 今天我们不展开 说这个话题 为什么泽连斯基紧张呢 我们看看战场的情况啊 先看库尔斯克 库尔斯克 10月29号的战场的格局是这样啊 注意看 红颜色的啊 就是俄罗斯的控制的范围 在库尔斯克啊 蓝颜色的啊 是乌克兰军队控制的地方 这是10月29号 到了10月5号啊 也就选举那天呢 乌克兰的组织了两面的进攻 一个是向北啊 向北的两个点 两个居民点进攻 向南的一个居民点进攻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图呢 你看见没有 这个地方有个角啊 这个地方有个角 这个地方有个角 但是这个角呢 到这就没有了 证明这个地方呢 进攻呢 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其他的战线呢 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啊 看看东部 东部地区呢 注意啊 俄罗斯有明显的进展 注意就在这几个地区 有明显的进展 还有下面也有进展 我们看看下面的进展是什么样啊 以这个10月29号的例子 我们看这个10月29号 这个有个小城镇呢 叫库拉西夫卡 库拉西夫卡呢 还是属于包围当中 到了10月5号呢 库拉西夫卡已经完全被吃进来了 这个也吃进来了 关键什么呢 吃进来以后 它最后是要切断这些交通线 最终还要拿下这些地方来 如果全拿下来 红军城往南走的地方就没有了 现在呢 普遍认为 俄军 对于这个情报的来源呢 我们是从美国的智库那里拿来的 这个有可能他们认为啊 这个美国的智库认为 俄军到年底呢 要控制到这个区域 整个把红军城的南部呢 给它切断 那么我们看看 全世界美国的海军啊 尤其它的航空母舰怎么样 大家注意到呢 美国的航空母舰 最近要从中东撤 那么很多人就说 那它全球的航空母舰不够怎么办呢 现在没有航空母舰 拿两栖攻击舰来补 因为两栖攻击舰可以升那个直升机嘛 大家知道加班很大的啊 那么我们看看啊 它的里根号在家待着 福德号在家待着 杜鲁门号在挪威待着 哎 中东好容易有个林肯号 现在要回来 回来有可能会路过我们南中国海啊 去它的森地亚沟 另外它的华盛顿号 正在赶过来 准备去日本啊 做这么一个事情 那航母不够怎么办呢 现在就用两栖攻击舰来补 日本放了一个啊 在地中海放了一个啊 这个这所以它没办法 它军舰不够用啊 那么我们的航母在哪里 哎 我们的航母前一段有个两个航母 共同演练 演练完了啊 一个回家了啊 一个还在继续指摆 谁呢 山东号航空母舰 山东号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啊 我们是11月4号看到它的位置 在这啊 这是台湾啊 这是台湾啊 这是菲律宾啊 我们的山东号呢 在这个位置11月4号 那么还有啊 05导弹驱逐舰 延号陪着 还有052D导弹驱逐舰 啊 战江号陪着啊 一个战斗群 这我们看它的相片啊 这是看得不太清楚的这个 那么到了10月5号 山东号航空母舰去了哪呢 哎 穿过巴士海峡 进入到南中国海啊 已经进到我们的啊 中国啊 这个十段线以内啊 我们看到这是相片 而辽宁舰呢 已经停靠在青岛的基地啊 我们看到辽宁舰回来了 那么在10月份呢 两个航母联合组织 一起训练的时候呢 在出发前 我们看到这个相片 10月7号呢 哎 山东舰在这儿停着啊 啊 辽宁舰在这儿停着 都在一个码头啊 还有啊 一个052D的啊 还有一个051B的啊 这个深圳号 两个啊 驱逐舰 都在一个码头上 准备出发前啊 在这儿集结 集结这个双航母演练呢 给大家看一些有趣的啊 训练内容 第一个训练内容 我们看到这个甲板上呢 啊 辽宁号甲板上没有任何的飞机了 都飞出去了啊 而这个山东舰的飞机呢 非常多 这是训练什么呢 训练就是轮流的啊 分波的打击 这边的飞机起来啊 去打击敌人的目标啊 这个飞机 这个等于是辽宁舰起飞去打 打击等他们回来了 好 然后这个山东舰的再出去 关键还训练个什么呢 一体互降 就是说你这个辽宁舰起飞了的飞机 回来以后呢 哎 你降到山东舰去啊 降到山东舰去 或者是山东舰的飞机起飞 回来以后呢 哎 降到辽宁舰上 然后这个战斗群有多少军舰呢 055大区有三艘 052D有五艘 还有个054A的护飞舰一艘 那么尽管这样训练呢 我们和美国的技术呢 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举个例子啊 像我们的两艘航母 和美国的一艘航母的对比呢 发现军力都差不多 首先我们是常规动力 要加油的 它是核动力不用加油 我们的作战舰 舰队一共有11艘舰艇陪着 它只有5到10艘 我们的舰载机 两个航母才60架飞机 它一个航母就90架飞机 我们的战机 有歼15ABD D就是电子战作战用的 对抗 还有美国主要是F35 我们起飞的方式 还是华越起飞 它是弹射起飞 既然我们有了福建号 我们也要搞弹射体飞 这回在珠海航展 人们发现个重大的情况 看见没有 这个歼15 歼15T亮相 这歼15T的前轮 你发现这个前轮 比一般轮要出得多 为什么呢 它就将来弹射的话 就是说一个轮子 要把整个飞机弹射出去 不是靠三个轮子 所以大家发现 这个轮子特别的粗 还有用于弹射的支架 还有人们发现个有趣的 就是这个飞机的尾巴 有一个尾部的雷达 就照后面的目标 照后面的目标 还有光学的东西 这是这回 人们特别注意到 这个歼15T 因为歼15T 不仅是配有相公共争雷达 就是关键的 歼15T 它可以在这个 弹射的航母上起飞 而且人们认为呢 已经完成了弹射的试验 另外 这个福建号的第四次的海事 人们发现飞机上 船上有一个空警600 那么空警600 将来飞机上天以后 就有空警600来指挥 现在主要是靠自己 还有一个直升机的空警机 效果当然不如空警600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弹射起飞 怎么起飞呢 大家看了好多细节 就是福建号的航母 甲板上有气泡 集成式的弹射器的控制站 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啊 这个是一个弹射起飞的跑道 这个是弹射起飞的跑道 这儿呢 有一个这么个圆的东西 啥东西呢 你从侧面看 原来是个小盖子 就像那个坦克前面驾驶的 小盖子可以升起来 升起来的人们是什么 这就是看这个弹射起飞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分别监督这个弹射点和这个弹射点 就是弹射点的挂钩 吸铁石吸住了没有 吸得牢不牢都可以了 行 那你才放飞 因为飞行员看不见下面挂钩怎么样 当然不是挂钩了 现在是靠吸铁的石给它吸住 另外呢 现在美国又发现了 中国又在制造一个军民两用的航母 什么东西呢 人们发现在中国的一个船屋上 正在建造首收军民两用的航空母舰 看就这个 多长呢 200米长 200米长 另外旁边 它的旁边还有这么一个舰 三个舰身 有人说是不是无人舰 反正很怪的一个舰 没人说是什么东西 看样不像是民用的 也许是两用的 这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训飞无人舰呢 还是有人舰 但是这个个头也很大 你看这个长60米 宽23米 它两个建造呢 都在一个船屋里 能看见 这是在中国的南方 好 我们先去看一个小片 我们将首次展出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轻型查打一体无人机等新装备 所以对于这一型飞机来说 用户给我们提了更高的隐身指标 我们是利用了现有的 我们突破的最新的这些个技术 完成了建造委会的颜值 11月11号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 75周年纪念日 怎么纪念呢 第一天开纪念会 第二天去参加珠海航展 所以大家记住空军是11月11号 成军建军的纪念日 75周年了 那么75周年 在这个前夕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呢 去视察了一个空降兵的部队 这就是著名的过去的15军 15军当年的司令员叫秦金伟 他在上甘岭战场呢 带领的15军 成功地击退了 美国为首的联合军的进攻 上甘岭战役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也知道 美国人也知道 而这个里面很重要一支部队 就是15军 后来这个军队呢 就改成空降兵了 而习近平主席又去视察了 空降兵15军 这个是革命传统的回顾 另外是注意看 这个空降兵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空降兵可以从天上 直接把一个装甲车扔下来 而这个新代的装甲 空降装甲车呢 还是带的主动防御系统 所谓主动防御系统 就是不是说把钢板夹得厚厚的 而是你这个炮弹过来 我主动爆炸 把你的炮弹给你炸掉 是这样的主动装甲 非常先进 另外呢 习近平主席参观的时候呢 看了很多的新的装备 你看啊 这是看到一个 这儿一个鸟 大家看 这儿一个鸟 这个鸟飞来飞去 这个鸟呢 它不是是个战士拿的一个 小的机器人 它是用来侦察敌人的一个小鸟 那么看这些装备 也许你在珠海航展能看到 但是你要去的位置很重要啊 你不要去这个珠海国际航空中心 你要到珠海连州机场 连州机场 这就是专门展览无人机 无人艇 无人的 所有的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还有水里走的 都在这 如果是人操作 但是大型的无人机 你还要到这个 这个机场来看 所以呢 这是两个展出的地方 别走错地方 关键你喜欢什么 要看无人艇 无人舰 到这个机场来 要看大型的无人机 要到那边去 另外你要看这回 第一次展示的 就是歼35 看这歼35 而且后面印了个75 就是纪念空军75周年 那么另外这回组织作战 大家看到又是 我们轰炸机的六爷来了 有人说六爷被打下来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前面侦察 侦察完了把信号 数据链传给六爷 六爷远出 离战场远远把导弹发了 就完成任务了 所以现在飞机可以在天上 组合作战 另外我们发现 J-20 它的涡散发动机 改成涡散15了 推力达到4万磅 原来旧的只有3.5万磅 另外我们比较一下 这两款飞机 我们的J-20 有人说对标是美国的F-22 我们的歼35呢 有人说是对标美国的F-35 这35嘛就是中型的 这个22就重型的 那么像这个大约 三亿多美元一架 这架这一亿多美元一架 中国的价格我就不知道了 另外美国的F-35 出过一个洋下 在去年9月份 有一个F-35B呢 失踪了 什么呢 飞行员发现这个机器出故障了 他干脆就跳散了 没想到这个飞机根本就没故障 还继续飞了102公里 自动坠毁 所以你好的飞机啊 没有好的驾驶员也不行 所以美国海军路段 调查发现 这个飞行员有问题 让他赔飞机吧 一亿多美元呢 另外这回俄罗斯派来 他的一个好飞机 什么呢 就是苏武七 苏武七这个老兄开飞机的62岁 太原的刀削面不错 吃点老成醋刀削面 休息了休息 接着飞 飞到珠海来 这个呢 大家也观察得非常细 有人说他的做工比较粗糙 注意啊 这是样机啊 第一个样机 它不是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的啊 当然这个也是很贵的一个飞机 那么说到飞机珠海呢 属于外貌展览啊 就我们在那展览的 都有可能出口 那么整个外贸全球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两个对比一下 拿2019年到2023年和2014年和2014年到2018年 这两个数据的对比呢 发现这些年啊 五年啊 这四年都是美国 法国啊 意大利的军火大量的增加 而中国 德国 俄罗斯是大幅的减少 所以看看这回珠海航展 能不能给我们的军工产员带来更多的订单啊 这回有个特别好看的东西 无人机啊 大型无人机啊 九天无人机 可以起飞重量达到十吨 你说这里面有人说 这里面会放好多的迷你无人机 搬啊 驯飞无人机 天上扔下了小的驯飞无人机 就炸目标 这个去好好看看 有意思 另外这回展览呢 有两架无人机 是从基地直接飞到珠海的 一个是无争7啊 一个是无争10啊 这都是 无争10 这个很厉害啊 这个将来还可以做电子对抗啊 作战用 而且它可以到前面去侦查 侦查完了 把这个坐标也好 是数据链也好 传给轰6 轰6可以远程扔啊 巡航打弹 炸掉目标 就不要近距离 所以轰6是安全 是前面有无人机给侦查 我们就看到啊 在实际操作中 这是2024年4月份 菲律宾的记者啊 看见了无争 中国的无争7啊 在南海上空执行任务 另外是8月份啊 无争10啊 线出现在南海 看这巡航距离多远啊 这么远啊 又回来 从海南回来 巡逻完回到海南 另外这回 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 就是红旗19啊 这可以打 35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 就这个目标 可以在这给你盖下来 所以有人说呢 有了红旗19 和两弹一星的性质差不多 有了两弹一星 他们不敢打我们了 而有了红旗19 他们不能打我们了 好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标筹 踢标筹 再会 我们再来 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